我父亲因为有中风 然后后来装有鼻胃管 那当扯掉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非常担心 当时因为我有住在嘉义 所以我可以帮忙做相关的一个处理 那嘉义县有很多是老老照顾 那我经常在想 如果今天他的小孩子不在身边 那会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们才推出这个所谓的管路安心计划 他就是脑血管流 分去 送去病院 开桌就倒了 他的鼻胃管是双椎寺的 外面那里我们自己的效用 买两个米里面我们买好 就如果拉起来就像吃筋铁 就很快就叫车 不然就自己知道这样 很麻烦 他108年5月18 公安意外从工地三楼跌下来 尿管就装到现在了 他之前是一个月换一次尿管 后来是改成两个礼拜 那个管比较软 它比较舒服 像这样如果两个礼拜 我两个礼拜就要跑医院 很麻烦 而且他出门又不方便 可是没办法 一定要有医务人员才可以用 我们又不能随便用 所以有这个安心管路计划 对我们真的是很有帮助 如果有状况 我们打电话给护理师 他就会赶快拍时间赶快过来 那我们就很安心不用担心 怕有什么问题 还是要跑去医院送急诊 我们这里去中部 那些老人去表演 看到翁县长在那里说 像到鼻尾馆 都常常会背起来 老人都会背起来 现在有人可以来到家人 给你们服务 现在都会来到家人 虽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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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管路的部分 大概就是含有一些就是尿管 鼻胃管 气管切管 还有就是有一些是引流管的部分 那除了说管路滑脱以外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一个紧急状况 就有可能像一些尿管的阻塞 或者是感染发烧的一个情况 那管路安心计划 我们提供的就是 24小时的一个专线服务 民众可以及时和护理人员 来做资讯 若经评估需要紧急处置的话 我们的合约护理师 也会立即到个案的一个住处 来协助处理 管路安心计划 可以照顾到很多 家里面具有三管问题的家庭 可以能够让所谓的照顾者 他们本身的一些辛苦 可以去分担 那这种居家照顾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跟规划 可以让嘉义县的 这种老人的居家的 相关的照顾的品质 可以大大的提升